我現在正在焦慮 因為我講稿還沒準備好 11月4號 9點集合 10點開始進場準備 我們本來不是10點要走一次整排嗎 可是我都沒有看到那種東西 這我開直播還比較好 這是我們的松信核戰 無形街156巷 65樓 平面停車場與社會住宅的預定地方 一個根本不會有路人經過的心意區角落 我們現在要來小走一下 豆雷一時爽 瓜哥都市場 我們今天在這裡舉辦台灣首次的街頭政見論會 我摸摸看你的台詞 沒有 我們只是臨時做的 讚肥皂香的重點就是沒有人才可以講 現在現場的放音樂 就是我們選舉裡面難得有都是 全部都年輕人 然後大家都很自在很輕鬆 人生的前輩 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說 市議員要怎麼選 在市場上跟每一個人握手 宣傳車上不斷拜託的廣播 好像握手的次數 決定市議員服務的品質 政見只有選舉公報上的幾百字 我想辦一個政見辯論活動 也許不向市長辯論 會在電視台轉播 也許不會在PTT的八卦版上討論 但是會讓一小部分的年輕人 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就好 下午一點 松信核戰的主角們都到了 人群開始聚集在這個鳥不生蛋 葛布拉石的地方 我們發表核心政見 我們發表核心政見 裡面站在一起 因為我一直有一個理想 我想要來做一個民主的開箱 我想要用行動和鏡頭 把這個民主政治 把台灣的民主政治 攀開在陽光底下 給大家看一看 互相結問 那我想要請問 時代力量對於兩岸之間 有程式交流這件事情 認不認同 我認為說 在台灣跟中國之間 進行交流的時候 必須格外謹慎 國民黨其實在很多社會議題上 都是比較站在一個 比較保守的一個立場 在很多的社會議題上面 可能會不一樣 像是同性婚姻 提審的這個問題 所以對你來說 最認同 中國國民黨的點在哪裡 我所認同的國家 叫做中華民國 我們的這個候選人 其實有重大的意見 旗艦的時候 你會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去嘗試跟他們溝通 一個政黨也不可能 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們可以去看 乙和氧綠的官方網站 乙和氧綠它宣稱 核能就是綠能 如果要 恢復乙和氧綠 這樣的一個推動 其他能源配置要怎麼比 他們的配置比例下 活力發電的比例 是比現在還要更高的 如果你們去看它 實際上所希望在2025年 所達成的能源配置有的話 綠能並沒有增加太多 它並不是一個 真正有理想性的一個政策 和理念 所以我不會支持 乙和氧綠的共同 核能 火力 燃煤發電 跟天然氣 還有綠能四個發電 我認為其實它是雞蛋 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去分散的概念 我認為就是必須要溝通 大巨蛋這些事情 本質是它自己的 必案的本質 因為我覺得不論 到底是大巨蛋去 或者是留 我只能說第一個它是提案 第二個 目前大巨蛋的規劃 其實對市民的生活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大巨蛋有關的案子 都沒有被起訴 所以這個部分 也特別提醒大家一下 那我對大巨蛋的看法 可能會比較接近 現任的市長柯維哲 那涉嫌於法律 因為這是過去在 蠻久 郝龍斌時期 就已經定下來了 所以現在柯政府 也很難去把它完全的 直接去把它解約 像剛剛講的 可能會有高額的 這個賠償金的問題 那在我的角度裡面 也不管今天 和國民黨提名的是誰 或者是說 哪一位市長候選 提名的是誰 其實市議員 你想著你要當一個 合格的市議員 你就是要去監督他 那說講的確 我必須承諾 他個人能力是很強 但是我也必須要指出 他的一些缺陷 這是我覺得很重大的缺陷 但如果明天都投票率的話 其實我會投給柯維哲 因為我的立場 我不支持投費票 不論你投費票 是總理責任的態度 如果你希望 你覺得一個合適的人來選的話 你一定要把你真誠的票 給他投下去 接受現場觀眾的調教 這邊的交通 它我自己是覺得 一直都不是很方便 像是以前如果要搭捷運 但還沒有像三星的時候 要到市政府 但是搭捷運是最近的 那我們那邊的交通 我們就只有三個 然後幹道嘛 就是中原路跟莊淨路 再來就是那邊的無星街 那你們有沒有辦法 告訴我們是說 你們之後要怎麼去面對 那邊的交通狀況 台北市呢 其實在松山信義區 其實應該可以比照 現在目前戲子 我覺得非常成功的 一個環狀巴士的 一個路線的設計 現在台北市的處理方式是 他們會去整理這個交通的熱點 就是說 交通很很亂的時間 它會有比較多的人在幫交警 然後那個交通大學 會在那邊指揮交通 那其實這樣子是很有用的 那其實很多在地的 當地那就有好多的里長 跟里民都來反映說 松山站本身沒有什麼人潮 那邊都是上班族 你捷運站 再去這邊設一個共構 其實效益很小 他們希望把這一個站拉到 甚至說新一路五段六段這邊 人潮很多地方 沒有互相攻擊的口水 只有理性問政的交鋒 選施議員不應該 再是隨隨便便的投票 而真的是你要心有所屬 不再是選前直行搶救 但你也不知道救他要幹嘛 而是大家真的是進去裡面 投給你想要的那個候選人 不管你的選擇是誰 你今天聽了以後 覺得誰的內容比較棒 拜託11月24號出來投票 投公投票 大概1點的時候我其實非常的焦慮 那時候我幾乎都在發脾氣的狀態 因為我很怕根本沒有人來 這個地方 什麼鳥地方啊 但是結果還是看到這麼多人到這個地方 我真的非常的感謝 謝謝大家 最後 有兩百多位年輕人陪著我們 在太陽底下實踐我心目中的民主選舉兩個小時 這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起點 但卻是我們邁向普通人的民主的一大步 他們在太陽平臨 也要是我們要有一點點 在太陽下實踪 但是人們在太陽平臨 還是你一直在太陽平臨 還是你一直在太陽平臨 所以我們要把這裡 在太陽平臨 還是你也要把這裡 在太陽平臨 還是你和我 還是你一大步